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见天父仔细吩咐了建造会幕的方法 虽然后来经过了一些波折 但现在摩西要重新振作百姓的心 带领大家开始行动了 就让我们跟着以色列百姓们一起动起来 将会幕所需要的材料都准备好吧 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35章 《出埃及记》第35章 摩西招聚以色列全会众 对他们说 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 叫你们照着行 六日要做工 第七日乃为圣日 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 凡这日之内做工的 必把他治死 当安息日 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活 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 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 凡乐意献的 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 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细麻、山羊毛 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造夹木 点灯的油 并做高油和香的香料 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 可以镶嵌在乙福德和胸牌上 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 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 就是帐木和帐木的罩棚 并帐木的盖、钩子、板、栓、柱子、带毛的座 柜和柜的杠 施恩座和遮掩柜的慢子 桌子和桌子的杠 与桌子的一切器具并成设柄 灯台和灯台的器具 灯盏并点灯的油 香檀和檀的杠 高油和辛香的香料 并帐木门口的帘子 帆济檀和檀的铜网 檀的杠并檀的一切器具 洗桌盆和盆座 院子的围子和围子的柱子 带毛的座和院子的门帘 帐木的爵子并院子的爵子 和这两处的绳子 经工作的礼服 和祭司亚伦 并他儿子在圣所 用以供祭司职份的圣衣 以色列全会众 从摩西面前退去 凡心理受感和甘心乐意的 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 用以做会幕 和其中一切的使用 又用以做圣衣 凡心理乐意献礼物的 连男带女 各将精气 就是胸前针 耳环 打印的戒指和手串 带来献给耶和华 凡有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细麻 山羊毛 染红的公羊皮 海狗皮的 都拿了来 凡献银子和铜 给耶和华为礼物的 都拿了来 凡有造甲木 可做什么使用的 也拿了来 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 亲手仿线 把所仿的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和细麻 都拿了来 凡有智慧 心理受感的妇女 就仿山羊毛 众官长把红麻脑 和别样的宝石 可以镶嵌在以福德 与胸牌上的 都拿了来 又拿香料做香 拿油点灯 做膏油 以色列人 无论男女 凡甘心乐意 献礼物给耶和华的 都将礼物拿来 做耶和华 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功 摩西对以色列人说 犹大支派中 护尔的孙子 乌立的儿子 彼撒列 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照他 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 使他有智慧 聪明 知识 能做各样的工 能想出巧工 用金 银 铜 制造各物 又能磕宝石 可以镶嵌 能雕刻木头 能做各样的巧工 耶和华又使他和弹枝派中 雅西撒摩的儿子 雅和利亚伯 心里灵明 能教导人 耶和华使他们的心 满有智慧 能做各样的工 无论是雕刻的工 巧匠的工 用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和细麻 绣花的工 并激匠的工 他们都能做 也能想出奇巧的工 亲爱的朋友 百姓们拿出来的珍贵材料 其实大多是天父 在初埃及时 所赐给他们的 而百姓们 也很乐意 把这些祝福 献给天父 让我们彼此鼓励 当天父 使我们获财 得着好处的时候 我们也适当地 再把资源奉献出去 相信 当我们以甘心乐意的心 和天父同行 这就是生命 最大的满足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要献上你所自福的 因为 你就是祝福的源头 也是我生命最大的满足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祝福你 身边有天父 心里有满足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